昨天又见,今天又见,我们天天相见 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虾米炒蛇瓜的做法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蛇瓜、虾米 这是蛇瓜,一般可以在超市 印度迷你超市,菜市场上都可以买得到 对于一家四口来说呢,这个尺寸应该是够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呢,就是去皮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去蛇瓜的皮 把它削得干净一些 然后去头去尾,再从中间切一半开 然后呢,像我一样,用汤匙把种子去掉 并且是很容易操作的 轻轻一刮,种子就去掉了 另一个也是以此类推的操作 我们切成薄薄的薄片 太厚度不可以太厚 不然不够脆,不好吃 是一种非常便宜又美味的蔬菜 搭配虾米的效果最佳 但如果没有,也可以用猪肉末代替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哦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哦 罗伯切成丝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哦 我们准备一把虾米 虾米浸泡水 准备蒜头 把蒜头切成末 好了,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然后我们准备两个鸡蛋 鸡蛋并打入碗中 好放置一旁 好了,我们现在起锅烧油 加入蒜末 然后再加入虾米 我们把它爆炒香 不断地炒,炒至香味出来 好了,现在加入舌锅 熟锅之后呢 我们要不断地翻炒 这个食谱呢,不需要任何的酱汁 这个过程呢,要不断地翻炒 所以会有一点小小的枯燥哦 好了,我们现在加入刚切好的胡萝卜丝 接着翻炒均匀 舌瓜与苦瓜不同 舌瓜的味道更甜一些 没有苦味 现在呢,我要加入虾米的水 加入完之后呢 接着翻炒 翻炒均匀 和瘦人一样 然后呢,接着再翻炒一次 不断地翻炒 煮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鸡蛋了 我之所以没有打散鸡蛋 是因为我不喜欢全蛋黄的鸡蛋 我喜欢吃有一些蛋白 并且跟蛋黄一块的鸡蛋 不打的话更好看 因为你可以看到鸡蛋的白色和黄色 我们稍微让鸡蛋固定一下 好了,我们现在翻面 如果我们打了鸡蛋 全部鸡蛋只能变黄色了 就很单调 我加了虾米水 这样有助于咸味和甜味了 味道刚刚好 闻起来好香啊 接着翻炒均匀 现在汤啊即将完成时 我会关小火 然后不断地翻炒均匀 好了,已经做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们剩出来了 你看是不是很美味啊 好,已经完成了 这就是蛇锅炒鸡蛋 我相信您也可以做到的 请尝试一下哦 这是一道非常便宜又简单美味的菜 相信你看过一眼就已经学会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帮忙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 下个视频中 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晚安 justified 我们下一个视频 打 allud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